在中国呢 我看了上厕所是没有说钱的 都是免费的 觉得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雅来吃老窝 今天在公园 今天黄九号的朋友 约我们出来玩的 他们正在后面玩 干嘛 要飞呀 我想要飞 你想要飞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 哈喽大家好 我朋友呢 他也是原家 嫁到这边来的 我老家18岁的 比较近离这边 对 他是我老公朋友的老婆的 我们认识呢 是在小雅的婚礼上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是 对 我们也是一样的带小孩 我问一下我朋友哈 他觉得我这种外国朋友是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第一次见面啊 如果不讲他是 就是老窝那边的 我都觉得他是我们中国人 因为他的中文说得非常的棒 特别的留恋 我给你讲 我现在呢 我们是 几个月了 没有这样出来玩 因为我朋友也是上班了 然后小孩呢 也是去上学了 我们都有事都要去找事做了啊 对就是偶尔啊 有空闲的时间 然后自己 就是大家一起约到一起玩嘛 带小朋友一起玩 对 我们俩呢 算也是 不同个国家嘛 不挂 我觉得还行 但是没有代购啊 真的 他不说 真的看不出来 他是外国的 因为他的中文 就是我见过就是说中文 说的说的特别棒的那种 真的很流利 我也是真的特别开心 然后很高兴就是 跟你一起交朋友 真的 因为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这边呢 我第一次都是怕是交不到朋友啊 这样 因为我也是外国女的 然后就怕没有人跟我一起玩 结果呢 来到这边也不是嘛 我觉得这边的人啊 中国人啊 像我这样的年龄呢 来就是交朋友啊 相说也是很好的 对 挺好的 真的非常 感谢你理解我这种的外国女的 虽然我没她 虽然我娘家没有她的娘家远 但是都是远家嘛 对对 我们两个 都是远家 我们两个不容易啊 对 不容易 现在小孩都在那边玩 对 他们这边看鱼 明天他们就 开学了啊 对 我们就心中了 对 明天他们开学 我们就解放了 人家就是说的 神兽要归龙嘛 今天黄九号跟好朋友出来逛 黄九号 好不好玩 好玩 明天就开学了 出来玩一下啊 今天在公园玩回来了 我们今天呢 是在公园玩了一天 我觉得 在中国的公园呢 是特别好看 特别干净 很宽的 还有小朋友玩的很多 在老窝公园呢 是很少的 真的是很少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 公园里面的卫生间 是特别干净 在老窝呢 如果有这种的干净的卫生间 在外面啊 有些地方呢 要上厕所的话 要 要收钱的 对 要收钱 一个人的话 算了明币的话 一块钱左右 两箱老币 是这样的 在中国呢 我看了上厕所是没有收钱的 都是免费的 觉得太好了